嗨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基進出來講 我是台灣基進 早上人家可以起玩禪酸靈彈珠儒 今天我要來講的是公投綁大選這件事情 俗話說公投綁大選會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開票開到12點 這個12點不是中午12點 是半夜12點 有貓頭鱼在那邊咕咕叫著12點 為什麼會這樣呢 這個就要從過去的故事開始談起了 大家都知道2004年的時候 公民投票法通過了 但是蔡同榮前輩一生目力追求的公民投票 卻在國民黨佔據立法院多數的情況之下 變成了一個有點是苗榮的版本 因此在這個情形之下 整個公投的實施 它還是相當的自愛難行 因此為了要降低這個所謂雙二一的高門檻 立法院在民進黨再一次的執政之後 修改了公投法的版本 讓它的門檻降低了 並且為了增加投票率 讓它可以透過門檻 跟2018的地方選舉 也就是大選 來給它合併的舉行 可是沒想到 作為一個專業扯後腿的國民黨 之前在法律的條文扯後腿 不讓公投順利的施行 當公投的門檻降低之後 他們用反過來利用比較低的門檻 去進一步的來扯台灣的民主後腿 他們怎麼猶豪膽 我給各位報告 他們就是利用門檻比較低的時候 動員了親近的團體 提出了一大堆的公投案 算一算將近十個 2018的時候不只是要選市長 選議員 選理長 還有十個公投案要投 這一搞下去怎麼辦 當然就是大家光是排隊領票 就領得熱熱等了 而且領完票之後還不夠 投票的時候 大家都可以想看看 這一題要不要投贊成 這一題要不要投支持 可是呢 就在這一思考的瞬間 一個人多思考五秒 一百個人就多思考了五百秒 一千個人就五千秒 所以原本如果在沒有綁大選的情況之下 可能選務不會那麼的拖延時間 但是就因為綁了大選 不只是到了下午四點 抱歉 法定時間的投票時刻 結束之後 還是繼續在排隊 甚至在台北市來出現的 喔 第一手中一票 我這邊投給某某人一票 喔 一邊開票一邊去投票啦 這樣怎麼說得 所以整個的亂象就非常明顯 這一次 國民黨又再一次去支持 要把公投跟大選綁在一起 會有什麼後果 就是我們會繼續投票 開票 搞到12點 還無法結束 那另外一個更嚴重的後果是什麼呢 就是說 大家都看到 朱立倫他已經把這一次的公投定調成為 對蘇貞昌 對蔡英文的不信任的投票 也就是說 公投投什麼 都沒有重要了啦 你就算投 陳子瑜的法縣到底是比五年前高五公分 還是十公分 這都不重要 只要你投這個公投 你就是在對蔡英文投下不信任案 這就是國民黨要有效果 那這樣一來 是不是整個公投原本的精神 都再一次的遭受到了汙蔑甚至破壞呢 所以台灣激進對於公投綁大選的立場就是 不同意 不支持 反對到底 以上是今天的激進出來講 非常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